台南有一道相当道地的小吃叫棺材板 到底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原来台南市安乐市场 有一家老店的第一代老板 突发奇想 他把炸好的吐司挖空 然后填入鲜美的馅料油炸 鲜甜而且酥脆的好味道 让客人细吃说 看起来好像棺材一样 老板索性就以此命名 结果一红就是60年 如今由第三代老板接手 研发了咖喱新口味 现在还准备开放加盟 用餐时间一到 小吃店里做无需席 特别是人人桌上 都必定点上一盘方形吐司 这可是来到台南必吃的美味 新竹 特地过年 对 做不高 因为那个饭店的 他跟我们推荐这家 他说这就是最道地的 一定要吃非吃不渴 非吃不渴的美味 到底尝着什么魔力 拉近一看 打开薄薄朵色盖 里头竟然填入香浓奶 香酱料 还有鸡肉 花枝等美味 这就是台南相当有名的 创意小吃棺材版 那是我公公 他想给那个 想说都有开花很多东西嘛 他在想说美国人 他喜欢吃这个 这个吐司 他才研发这个 想要吃正宗的棺材版 就得来到台南市安乐市场内 这家开了超过一甲子的老店 第二代老板娘说 棺材版其实原名不叫棺材版 而是叫鸡肝版 是他的公公许六一所创 他公公原本在市场内 漫善于面 后来应顾客要求变化口味 才会突发奇想 把西式吐司的中心挖空 填入鸡肝 鸡肉 勾芡等酱料 它里面叫鸡肝 所以它命名叫做鸡肝版 之后网炮里面没有鸡肝的 对 差不多 这个近差不多这二十年就改过了 原因就是说 大家都为了健康 所以说 有抗氏式的 胆固醇是怎么样 所以人家都问你说 你们棺材版里面 有没有加那个内脏 那我们就慢慢的改变 由于吐司挖空 又加上盖子 被顾客说像是棺材 而有了棺材版的名字 内馅部分 第二代老板许忠哲 生意现在人的饮食习惯 以鸡肉取代鸡肝 搭配新鲜花枝 还有三色豆等 变化成健康美味 就连里头的酱汁 也特别选用鸡股熬制 最后还得加入独家秘方 还有牛奶 太白粉 勾芡成根 好吃的好吃的 里面的那个馅 那个里面的酱汁 要用高汤 很多佐料 馅料美味 金黄酥脆的吐司 也是好吃关键 老板娘说 吐司里头添加的牛奶成分 大小厚度都得掌控得宜 所以得请人特别定做 选好吐司 别以为在家就能自己炸 因为想要炸出酥脆吐司 油温的控制非常重要 功夫不到 这吐司就像海绵 不断吸油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老经验的吧 所以油温几度 我没有再量 可是就是一个感觉 对对对 用大火的玩笑 对 要大火 不可以用小火 因为你小火的时候 那个油温不够 不够热 它会稀有 炸好的酥脆吐司 想要在中心挖空 做出棺材板的盖子 老板娘说力道的大小 我刀的手势都得靠经验累积 挖起来的时候 如果把里面的那个面包 留在那个盖子上面 就是比较不好吃 看准的才可以放下刀 特度也是不能放太凉的 不可以 如果那个炸起来 放太凉了 就不能开 开起来就不会那么漂亮 方形吐司经过热油洗礼 没有几秒 马上换穿金黄酥脆外衣 搭配香浓内馅 还有满满好料 咸咸甜甜好滋味 让人一吃上瘾 如果没有炸过 就像吐司这样 就硬硬的 有炸过的酥酥 然后配上那个玉米浓汤 就绝配 它的皮酥酥的 然后汤吃起来很浓郁 咬下去就是汁会喷出来 牛奶口味的棺材板 已经传承了50年 刚接下老店的第三代老板 现在还研发出咖喱新口味 咖喱因为我儿子想说 只有这个牛奶口味 想要希望开发一点 别种的口味 因为他以前在那个 在大写的时候 他们演游会 他们也是卖棺材板 卖得很好 一下子就卖光光了 咖喱新口味一推出 马上风靡校园 老板娘一边说 脸上流露出骄傲神情 放假她没有出去玩 放假她就来这边帮忙 她不会排斥 她不让这一家店 毁掉她不要 不想让老店失传 第三代老板扛起传承重担 不仅不断研发新口味 还推出卡哇伊的棺材板钥匙圈 未来更准备推广加盟 不只要插亮老店招牌 还要让传承三代 台南发迹的创始小吃 继续发扬光大